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人类历史上充满了神秘的天使、巨人传说以及毁灭性灾难的神话故事 这些故事一直吸引着我们的想象力 虽然这些故事起初看起来迷人又神秘 但深入研究后,却能揭示出人类历史中被忽视的另一面 其中一个突出的故事可以在传统的古希伯兰文献中找到 通常被认为是以诺的祖先所写的以诺书 这部古老的著作揭示了恶的根源、堕落天使、强大的尼菲利姆、大洪水 被预言的救世主以及即将到来的末日的惊人启示 有趣的是,这些文献深入探讨了我们所知的边界 及那些最终被从圣经正典中剔除的信息 因此未曾公开 除了以诺书外 在埃及发现的另一部古代文献中也蕴含着极为重要的信息 这些古老文献承诺揭示出关于我们共同历史的惊人秘密 这些秘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被隐藏于公众视野之外 引导我们去探索其中的真相 1946年末至1947年初 一群被读音族的年轻牧羊人 在现今被称为约旦河西岸的死海北岸附近的库姆兰古代聚落附近放羊时 其中一名年轻牧羊人不小心将一块石头掉落在牙尖 结果引发了一声震撼人心的巨响 好奇心驱使他们进入洞穴 发现了一系列大型陶罐 其中七个陶罐内装有隔卷或沙草纸财宝 这些卷轴被当地商人收购 最终传至几位学者手中 被判断为2000年以上的文献 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寻宝者和考古学家的兴趣 随后几年内 在附近11个洞穴中又发现了许多卷轴碎片 总计发现了800到900份珍贵的文献 这些文献中包含了以诺书 分为闪耀之书、比喻之书、天文之书、梦境之书和以诺书信等五个部分 总共有100张组成 以诺书是一部充满末世的作品 每个部分都深入探讨了报酬、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等重要主题 以诺书的第一部分由第6章到第36章组成 主要聚焦于天使、生命之术、耶路撒冷、宇宙等话题 在《守望者之书》中 讲述了《创世纪6》、《一至四》中提及的堕落天使的故事 这些天使引诱人类女性 导致了被赋予巨大知识的尼菲利姆的诞生 尼菲利姆最终在毁灭性的洪水中消亡 这场洪水被认为是尼菲利姆的灭绝之音 尼菲利姆一词指的是堕落者 经常被描述为巨人般的人物 关于神的子女和尼菲利姆之间的关系存在各种解释 一些人相信 神的子女指的是留下后代的堕落天使与人类女性的结合 这一观点可在犹太教的《以诺书》中找到 被称为第一书 这一解释被广泛接受 以诺书第一部分中描绘了尼菲利姆为巨人 这与他们因拥有超自然起源而具有巨大身材的想法一致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神学家对于天使或恶魔与人类进行生理繁殖的观点提出了担忧 以诺书的第二部分被称为类似宫殿 是一部关于人类和火洪水的末世录世故事 这些古代预言在文本中被广泛讨论 并且与圣经中的启示录惊人的相似 与圣经的教义一致 以诺书中还包含了关于星星及其角色的复杂细节的天文学部分 此外 被称为梦境之事的部分作为完整的预言 涵盖了人类历史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所有事件 从时代之初到最后审判的事件都被详细预测了出来 以诺书中包含了与圣经相一致的元素 但也存在矛盾之处 尽管圣经教导以诺在诺亚诞生之前就被接引升天 但其中一个显著的矛盾是有关以诺书中对诺亚的提及 这引发了一个疑问 即如果以诺应该在天上 那么他怎么会对诺亚和洪水的事件有所了解呢 此外 以诺书第十章中 神表示地球上所有的腐败都是由名为阿萨泽尔的恶魔所致 这暗示着整个地球都被阿萨泽尔的影响所污染 导致了各种邪恶行为的发生 与圣经中一般称为撒旦或魔鬼的路西法不同 阿萨泽尔在圣经教义中没有被特别提及 撒旦通常被认为是世界问题的根源 但在这一上下文中没有提及其他特定的恶魔 以诺书中还包含一些与现代科学理解 和圣经教义不一致的天文学和地理学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第33至34章 其中暗示了以诺曾数算天空中的所有星星并为其编号 然而 根据圣经耶利米书33章22节的说法 由于星星数量庞大 因此不可能数算 现代天文学家估计 锦银河系就拥有约1亿颗星星 而且还有更多的星系拥有数百万颗星星 另一个矛盾的例子出现在以诺书第41章 那里描述了风 雪 冰 甚至月亮都是从天空的容器中发出的 这样的描述是不合逻辑和不合理的 与科学知识和圣经教义都存在矛盾 这些矛盾说明了为什么以诺书没有被收入圣经中 关于右发拉底河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2000年 来自伊拉克南部的什尔帕克和尼普尔的楔形文字文献 在苏美尔语中 它被称为布拉努纳 显示了它的神圣性质 在这些新年庆祝活动中 右发拉底河象征着流经天空的天河 古巴比伦和尼尼威两座古城位于今天的美索布达米亚河流域 右发拉底河在该地区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历史上 这条河流一直作为自然边界 将各种政府和帝国分隔开 因此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争议的地区 圣经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中都多次提及了右发拉底河 将其视为古代帝国的强大象征 在旧约中 它与伊甸园和人类起源地相关联 此外 它被描述为创世后从伊甸园流出的四条河之一 这里也是以色列人所承诺之地的自然边界 当时跨越此河是非法的 从历史和神话的角度来看 发现吉尔加美食史诗标志者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在古代近东文学中 吉尔加美食是一位著名的人物 据说东方的国王们在哈米吉多的战役前 集结了军队到一个被称为右发拉底河的地方 新约圣经也提到了这条河 在启示录中描述了为使东方的国家能够自由行军 而使河水干涸 除了西行文字以外的文献中 也有一些关于吉尔加美食的提及 自乔治·史密斯指出这一点以来 已经过了一个世纪 但吉尔加美食史诗中的洪水描述 仍然作为西伯来圣经和美索布达米亚叙事之间的开放性联系而存在 此外 巨人书 也称为死海文书中的抄本 可能包含了吉尔加美食这位英雄的名字 吉尔加美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英雄之一 可以被视为古代和现代英雄的祖先 这部古典文学作品讲述了这位传奇王子的故事 他生活在古代美索布达米亚 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 统治者乌鲁克 这部史诗的最近重新发现是一件重要的事件 对古代近东知识的进展 也改变了未来西伯来与圣经的研究方法 吉尔加美食的传说在时光的流逝中被传播到各种 语言中表明这一角色在古代近东和其他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原始文本的片段是在从伊拉克到土耳其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 据信 西伯来与圣经的作者们了解吉尔加美食的故事 并利用这些知识作为他们自己文本的灵感来源 2003年 一位伊拉克考古学家相信他已经发现了失落的吉尔加美食之墓 他是古代城市乌尔克的统治者 也是人类历史上约5000年前被记录下来的故事的主角 这个被称为吉尔加美食史诗的故事 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写在了苏美尔的年图版上 这个故事作为乌尔克这个地区最古老 最强大城市之一的领袖生活的记忆存在 伊拉克现代的名字可能源自古代城市乌尔克 但这一说法存在争议 吉尔加美食与神话中的生物对抗的冒险故事 被描绘在吉尔加美食史诗中 2003年 一支德国探险队宣布发现了整个沃尔克的遗址 包括被认为是著名统治者吉尔加美食埋葬地的位置 这个地方被认为是古代又发拉底河围绕的地方 直到河流改道之前 据巴伐利亚州慕尼黑历史文物局负责人 法斯本德尔先生说 虽然无法确定这是否是吉尔加美食的墓 但与古代描述有相似之处 据信 吉尔加美食在死后被埋葬在了新位置的 又发拉底河河道变更后立起的墓中 这个故事留存于城市传说 法斯本德尔先生解释说 通过先进的技术 他们能够在伊拉克沙漠的沙下发现古代城市 发现了与史诗中提到的花园和房屋等建筑相匹配的结构 此外还强调了可能受到洪水影响 而破坏了一些建筑物的复杂的运河网络的发现 这与威尼斯有些相似 但表明了在沙漠中存在着高度复杂的系统 底格里斯河和右发拉底河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代文献和未来的预测中也有提到 这些河流存在了数千年 底格里斯河与右发拉底河会合 流入波斯湾附近的地区称为沙特阿拉伯 这些河流与非洲的尼罗河一起形成了肥沃的美索布达米亚地区 这个地区被认为是中东地区富饶的土壤和文明的发源地 这两条河流都与肥沃的美索布达米亚地区 和它们之间的土地相关联 这些河流在古代文献如《圣经》和《哈迪斯》中被提及 包括天地创造和世界末日的预言 显示了它们的重要性 然而近年来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导致了中东底格里斯河和右发拉底河的水量减少 可能会导致这些河流在未来几十年内干涸 从而影响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水资源的枯竭导致了物种灭绝和栖息地恶化 此外 这些河流维持着地区的生物平衡 但由于河流干涸 这种平衡发生了变化 底格里斯河和右发拉底河的日渐干涸正在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河流中发现了许多古代遗物 包括建于3400年前的城市 这是由于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水库在此地区持续的干旱导致的 该水库曾被称为萨达姆水坝 这座城市起源于底格里斯河 尤其是摩苏尔水库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公元前1550至1350年间的中期青铜器时代 或米坦尼帝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古代的都市中心区域可能曾是古代大都市的一部分 包括大型建筑和宫殿 这些河流可能会面临灭绝的威胁 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存在着失去这些宝贵资源的风险 我们仍然继续利用它们 如果水位继续下降 可能会发现更多历史遗迹 但这需要大量财政支出 成吉思汗的墓被神话和传说所包围 长期以来一直充满谜团 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 据说命令隐藏自己的坟墓 并处决参与埋葬的人以保守秘密 传说中描述了为了隐藏成吉思汗的墓 而改变河流方向释放野马的情节 这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秘密之一 虽然受到蒙古人的信仰 及干扰墓地会带来诅咒的信念的影响 但对解开谜团的渴望仍然存在 以前的尝试以失望告终 但对解开这个谜团的吸引力仍然很强 考古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古代文献 卫星图像和迁徙模式 以寻找线索 科学家们最近提出的想法是 他们可以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这被视为对传统和文化的挑战 在当今时代 似乎我们无法避免去探寻过去的秘密 这一发现可能改变我们对历史的看法 并提供了对成吉思汗木 长期以来的普遍理解提出质疑的真实证据 这一发现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途径 并让蒙古面临着如何应对国际关注的困境 在全球范围内 古代故事增加了令人震惊的证据 民间传说被揭示 我们将面对令人兴奋但不安的现实 考古学家团队最初是去蒙古研究古代气象模式的 但他们偶然发现了布尔干哈尔都山附近的遗址 长期被认为是成吉思汗的木 这一发现得到了地面雷达 金属探测器 无人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 并揭示了一个拥有复杂雕刻和权力象征的精致墓地 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解读类似古代蒙古文字的碑文时 他强烈地指示着这就是成吉思汗的木 这一发现引起了巨大的兴奋 改变了历史研究的面貌 并承诺挑战县城的故事 然而 这一发现也带来了复杂的问题 由于这是国家遗产的纪念碑 蒙古政府在每个阶段都进行了磋商 随着媒体聚集在现场 挖掘与蒙古文化和身份深深联系的地点 涉及到了伦理考量 与专业科学家和当地观察者一起 密集的工作持续了数周 定期会议促使了从学术到现实层面的讨论 除了遗物和历史文献之外 人们认识到这一发现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被召集起来 他们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 以免失去惊喜 他们都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工作 试图改写人类历史的篇章之一 当考古学家们准备打开成吉思汗的墓时 他们充满了期待和不安 他们首先发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遗物 如剑和盔甲 但随后发现的一些东西却与传统解释不符 在财富中 他们发现了一些用于制作工艺品的先进材料 其制作年代可追溯到13世纪 并且其中刻有未知语言的碑文和符号 工艺精湛 专家们无法确定其起源 也无法理解其含义 此外 DNA检测揭示出了与已知系谱不同的异常遗传标记 这使得成吉思汗的形象增添了神秘和复杂的色彩 我们对它的历史理解产生了疑问 从成吉思汗的墓中发现了异常的仪式元素 对已知的蒙古传统提出了质疑 这些仪式用品的探索 装有未知化合物的容器 以及天体的雕刻等 营造出了一种不安的氛围 这些是否是仪式的一部分 亦或是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作用 在卷轴上描绘了地形 半透明的石头影响了电子设备 都令人产生了兴趣 这些发现挑战了我们对科学和当时知识的理解 重要的问题是 成吉思汗是否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反映从怀疑到可怕的猜测各种各样 有人认为这是巧妙的谣言 也有人考虑到了与外星生命的接触可能性 尽管最极端的理论被排除了 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解释 每个人都感到困惑 此外 科学数据对考古学 遗传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提出了质疑 为了理解这个故事 进行了DNA分析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 然而 结果并不如预期 带来了更多的疑问而不是答案 从遗骨中提取的DNA中 检测出了未知的标记和无法解释的遗传物质 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测试显示 有些物品比预期的要古老 有些则不符合其状态下应有的年代 结果缺乏一致性 异常现象继续在一些由材料和合金制成的人造物件的复原中 挑战着已知的科学能力 各领域的团队提出了各种理论 但没有达成明确的结论 这引发了对量子物理学和新自然法则的可能性的疑问 这也挑战了成吉思汗的传统形象 暗示了受到地外影响的更为复杂的故事 蒙古成为了国内外关于文化遗产 科学伦理和主权的辩论中心 围绕墓地的谈判引发了历史性的紧张局势 年轻一代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推动了文化和科学上的变革 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 正在就这座墓地的世界遗产地位展开讨论 并在全球范围内处理伦理和政治问题 争议涉及考古伦理文化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可能性 以及从墓地发现的技术知识产权 换句话说 这一复杂的发现考验了伦理和科学的严谨性 揭示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理解的复杂性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留意我们的更新 与你分享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趣事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再次相见